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豪 今早我們在維港網出去 都看到不錯的早下 原來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就看到 華南沿岸地區正是受著一些高雲覆蓋著 而細心點看 華南北部就有一些雲大覆蓋著 就跟高空擾動相關 我們預料今天稍後的時候 這些雲大就靠近沿岸地區 而在遠身一點 我們在日本附近就看到一個螺旋形狀的運團 它就是超強颱風珊珊 我們預料珊珊會在今天和明天 就會緩慢地靠近九州 然後就轉向東北 然後就會橫過日本的西部 大家如果有當地的話 就要注意當地的天氣 回到本港 今早早的氣溫大部分地區已經去到約29度 我們預計日間的時候 天氣會變得極端好熱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將會是這樣的 在佈飯時間有陽光 日間天氣會變得極端好熱 現在最高氣溫市區上升到約35度 新界再高日兩度 撒開的時候會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 各部地區雨勢有陣勢是頗大的 而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偏西風 而再長遠消息的天氣 我們一起來看看電腦預報圖 預料受著這個高空擾動影響 明天的時候華南地區 驟雨都會較多 以及有幾陣狂風雷暴 而隨著高空擾動逐漸遠離 驟雨就會逐漸減少 所以我們的展望方面 明天偶爾會有驟雨 以及有幾陣狂風雷暴 而隨後兩三天就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驟雨 今節的天氣節目我就講到這裡了 祝你一個愉快的一天 再見